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版AGM给出了六分的评价 只能算是平庸之作 这期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起码与凯特2正式版人有什么不足和优点 还有什么值得改定的地方 还有什么能让玩家增强体验和沉浸感的地方 首先进入游戏 来看一看给予玩家的第一印象的美术 有人认为二代美术所营造的史诗感和沉浸感堪称完美 骑兵狂奔尘土飞扬所带来的豪迈 沙漠黄昏所渲染的苍凉与孤寂 重装步兵截阵向前的肃杀 剧装骑兵集军冲锋汉天动地的压迫感 都实实在在反馈给了玩家 千人同屏的战斗既有利拔山河的个人勇武 也有指挥千军万马的筋骨连天 虽然二代的画面在同时期并不算特别出众 但是作为千人同屏的战争游戏 画面永远也不应该是第一位的 战斗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制作组想要把原本战团 散兵自斗般的小规模RPG式战斗 向着大场面更加宏伟的RTS截式战略方向靠拢 说确实是十分正确且明智的决定 但是在实际游玩当中 虽然气氛渲染十分的到位 但是游戏中确实也存在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情同虚设的护甲系统 极其失衡的运算机制使得甲咒薄如禅意 这个问题在之前的版本也许稍作改善 但是正式版它又改了回来 这种明显有问题的伤害计算系统后果 就是让喜欢步战的玩家失去了游戏性 大幅度减少游戏的多样性多元性 所以玩家为了功利性 后期队伍永远是八公货的可汗卫队 装手豪杰还是剑盾 全部变成了炮灰 低阶步兵和高阶步兵没有区分 玩家为了追求极致的功利性 使得游戏战斗十分的单调 乏味 其次 攻击反馈过于单一 砍步一 砍中甲 击中后都没有区别 正确的做法是区分一下被击中时的音效反馈 例如砍到步一和砍到扎甲的手感 这才会让战斗更加有刀刀斗耀肉的沉浸感 战斗节奏还是过快 几千人的会战 往往几分钟就能决出胜负 无法看到某个士兵的战斗 步兵的战斗好像还是这种样子呀 战斗中步兵会像机器人一样奋不顾身向前冲杀 虽然看起来组成了密不透风的盾墙 却形似神不似 看起来就像奔着死去的 这做法是应该给予玩家选择的权利 玩家可以选择快节奏的冲杀分出胜负 也可以选择在堂堂之阵中 凭死稳住阵脚 在慢节奏中享受冷兵器搏杀的绝望与残忍 再以骑兵背冲敌人取得最终的胜利 步兵阵线之间会相互对峙 试探 扔出手中的投掷武器 重步兵之间的搏杀应当缓慢且坚定 像一堵墙一样 而射手和轻装步兵因游离于主阵之外 射杀那些缺乏护甲和落单的敌军 而作为战场关键的骑兵 因伺机而动 在胶着之间发动汉天动力一锤定音的绝死冲锋 最后无情的追杀敌人的逃兵 这才是我所期望的战斗 在大地图方面 仍然可以说是缺乏完成度 缺少城镇交互 美术组所制作的大量史诗般美丽 宏伟的场景 城市 城堡 玩家很少能去看上几眼 更别说是沉浸其中了 要想更多的城镇交互 制作组可以构建一些随机事件 或者更多的小游戏 例如钓鱼 种田之类的小系统 例如当玩家是一城之主的时候 巡视自己的领地的时候 可以看到两个商人在吵架 玩家要主持公道 做出选择 玩家可以秉公执法 也可以两拳相害 取其轻 又可以增加或减少某人的好感 或者随机送一些物品等等 也可以是大规模会战胜利之后 在首都城市 领主们会举行盛大的阅兵式 均荣整肃的士兵会在街道 享受市民的欢呼诸如此类 那卡拉迪亚的世界就更加鲜火了 制作一些脚本玩家可以调整触发的几率 再加一些文案 这样城镇的交互率就上来了 甚至可以说 制作组在城镇或者城堡的宫殿里 整个简单的沙盘 以及昼夜交互系统 让手下的NPC干活或战斗 玩家自己待在城镇里收税 种田 钓鱼 睡大觉 微操 总之就是想方设法增加城镇的交互率 增加更多的系统 把大量宏伟华丽的场景运用起来 让游戏的世界更加的鲜火与生动 最近听闻二代会采用AI交互来编写对话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个人认为啊 目前阶段 目前在游戏整体完成度并不高的阶段 AI交互 AI编写对话 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改善游玩体验 至少在目前阶段并不能 最近听闻二代会采用AI交互来编写对话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个人认为啊 目前阶段 目前在游戏整体完成度并不高的阶段 AI交互 AI编写对话 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改善游玩体验 至少在目前阶段并不能 就是说玩家可以用英语和NPC吹吹牛 也仅此而已 NPC无法做出相应的行为行动 但我仍然期待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举个例子吧 玩家去烧村啊 手里下两名雇佣兵 哀求玩家这是他的故乡 请求网开一面 玩家此时可以选择离开 或者继续 或者趁机敲诈一笔 那名雇佣兵也会根据玩家的行为 进行后续的动作 例如离对策反单挑等等 那这个世界就是更加的鲜活了 游戏整体机制方面 也是很多玩家诟病的一点 这一点不能单单说是 玩程度不高或者不好玩的问题 这个是让玩家很恼火的问题 让我所有玩家血压上升的问题 首先烧村这个机制是没有问题的 增加的游戏性随机性和冲突性 本身是可以的 但是在AI反复无常的行为逻辑下 就很让人恼火 就好像是关灯的时候蚊子飞 开灯又不见了 一关灯又在耳边嗡嗡叫 特别是一些那种雇佣兵啊 二三十个人的雇佣兵啊 就真的是比苍蝇还恶心啊 带二三十个人 从东烧到西 无视城堡 国境县和城镇守军 玩家回来了就跑 跑的又来 来了又烧 玩家为了更好的游戏体验啊 不得不刷关系 刷到大几时 要么干脆就杀 把一个家族给杀光 这种机制背后的逻辑很显然是有问题的 如果要解决的话 其实并不难 增加村庄巡逻队 增加村庄的驻军强度和数量 增加关爱系统 修改AI的行为逻辑等等都可以 但是这个问题啊 真的是目前阶段玩起来 真的很让人恼火 其次是策略和外交机制 由于目前没有灭国系统 而AI的外交逻辑啊 也是一团糟 使得游戏的后期极为重复乏味 这种重复啊 会让玩家感到厌倦无聊 这也几乎是所有策略游戏后期的通病啊 策略方面 大多简化为用影响力来制定国家策略 但某种程度上 弱化的领主的作用 一切为了影响力 一切为了战争 使得领主啊 交互率可有可无 策略方面 大多简化为用影响力来制定国家策略 但某种程度上 弱化的领主的作用 一切为了影响力 一切为了战争 使得领主啊 交互率可有可无 玩家不用考虑应该亲近谁 又应该疏远谁 这使得这整个策略系统啊 更加的薄弱 家族系统作为二代一个极具野心的重要玩法 在整体游戏完成度尚且不高的情况下 家族系统也只能说是可以浅示 二代的NPC采用固定模板生成的方式 对此我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败笔 玩家真的是不想看见或者说讨厌这种固定模板生成的工具人 如果说16个NPC放在二代数量太少的话 可以增加至32个40个 这次作组手工捏一个独特的脸膜 再在文案上下点时间和精力 一个独特的NPC就生成了 玩家真的不愿意就看到一大堆带有前缀的工具人 玩家也不愿意想去听 去了解这些 玩家更愿意与那些独特的NPC并肩作战 共同冒险 在酒馆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和经历 综上所述 起码与砍杀2的整体完成度并不高 很多的框架创意并不能很好地展现给玩家 后期乏味重复的内容 死板单调的世界 但我仍然期待二代 期待未来 期待未来卡拉迪亚的冒险 期待未来各位模组制作者 能够实现自己的创意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